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们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你们致电电话热线204-6566 或者电邮问题去到ASK at BSChannel.com 这首嘉宾Channel 妖材证券事务总监郭先生 去解答你们的股票问题 郭先生 你好 郭先生 先跟你讲一讲一只股份 今天来讲一个板块豪赌股主要向好 今天看到大市来讲都是偏远 早上的时候跌超过100点 但见到豪赌股普遍来讲都是不错的表现 未来短期可不可以继续向上 有点反弹 因为澳门的博彩税收 早前来讲有点缠定的势头 令到有部分人觉得最坏时间已经过了 其实真的可能最坏时间已经过了 但并不代表复苏的步伐是马上来临的 因为有一件事是比较主动 一件事是比较被动 主动那边就是澳门的博彩相关公司 可以开多些新墙 换句话来讲 但在整个博彩的饼里面 尽量开多些新墙 变成自己占有百分比越来越多 但问题就是行业何时复苏 这不是一两个政策可以立即建议得到 包括内地经济下限势头比较明显 当然营商环境也是比较走下坡 最重要的是内地股市去年的下跌 形成了负财负效应 到现在这一刻去澳门旅游人士 可能仍然会一路一路增加 但带着钱去博彩 因为我们叫浩岛可能的情况 跟以往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包括贵宾厅的业务 已经开始一步一步走下坡 剩下来的就是大堂 或者一些中长的业务都还可以 但始终税收不会像以往那样 每个月每一季度不断上升 记得几年前的情况令人很着弱 但现在最低限度暂时看不到这个情况 所以相关的博彩股 在技术上来说 就算任何的上升 都只是股价方面波幅性的上落 还有不少博彩股有很多衍生工具 包括牛红症等等 相关的买卖都会直接影响到 股价短期的表现 但这些小幅度的上落过后 都还要看基本面 如果基本面一天都还未能够 回复一个稳定的增长势头 我相信整个板块 就算有少少波幅性的移动 都属于有波幅没有升幅 有反弹没有大升 未必会跌得太多 但要大幅度上升 一定要看基本因素 现在这分钟 我想暂时欠逢 我都承认一样 博彩股业 除了博彩税收之外 还有酒店 餐饮 零售 休闲 全部都有现金流 但如果一天博彩税收 不能够回复一个 比较稳定的增长势头 看到相关的势头 能够持续增长 我相信整个板块的股份 暂时很难抱着太大的憧憬 最多是不会像早前那样 跌完又再跌 现在这一分钟 经过30、40或50%的反弹之后 要进入一个技术上的 整固和消化之中 过后的波幅会越来越窄 偶有惊喜的就是 轻轻有些大的买盘出来 有个比较明显的声势 但是当这些买盘完成了之后 走势也会出向于比较平淡 我不觉得有太大的波动 现在 另外 野村发表了大行报告 对博彩劫 澳门四月无捕收收入173亿澳门元 安年跌9.5%是符合预期 而野村预料 这个月的澳门捕收会跌8.5% 因为预料中央会略为放宽一些限制 郭sir 你又觉得中央会否放宽一些限制 行业首选又会选哪一只股份 其实稍微放宽 我也相信 因为始终澳门的经济 整个循环的发展 现在仍是比较倚重 博彩旅游的收益 所以某程度上来说 政策是会有少少施行的 但是你放多些人下去 其实并不等同博彩的业务 或者税收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因为第一 就是银元卡 链卡已经受到规限 和以往不同 以往真的 不要说三五七万 三五七十万 现在就 看不到这个情况 但是你说行业里面 会不会持续不振 我看也不会 去到比较关键的时刻 略为放一放松 让多些人去澳门旅游 始终有其他收益 澳门当地政府都希望 由多些旅游相关的业务去推动 从而不希望单一 只是靠博彩的收入 整个版块有几个 但如果让我选择 我都是看金沙和银鱼 这两个是看高一线 当然是永利、美高梅、新豪、澳博 都可以轻轻看好 但如果以现在这一刻 真的要选择中线的部署 我想一样是选择 金沙和银鱼 尤其是这两个是选择 我始终忠诚于银鱼 因为事实上来说 他除了澳门和澳门那边 新项目做得不错之外 在一些其他新的项目那边 亦都持续有发展 只是等待一个博彩业 能够恢复增长势头 我相信它的效益 会来得比较明显 但当然这不会是短期 可以见到的事情 好 谢谢郭sir 最后再跟随这个版法的最新造假 银河娱乐偏远跌0.2% 报25.5 澳博控股偏远跌0.4% 报4.94 金沙中国靠岸升0.55% 报27.6 美高煤中国升0.94% 报10.76% 刚才的大刊报告都见到 其实野村指出 报告将会由澳门政府 呈交中央 估计中央可能推出一些政策 略为放宽内地人的入境限制 报告另一个焦点 就是赌场的非赌业收入比重 澳门政府的目标 是将非赌业收入比重 由2014的6.6% 升到2020年的9% 野村认为要非赌场收入大幅增加 就需要大量的市场推广开支 郭sir 你觉不觉到 未来的焦点 都会放在一些酒店业 或者娱乐事业上 一定是 一定是 包括酒店、餐饮、旅游事业 希望从而弥补博彩那方面的收益 持续不稳 我觉得这几乎可以肯定 其实刚才提到 澳门政府也希望 在澳门未来的发展 不要单单只是说博彩 希望由其他的 一些餐饮、休闲、旅游 相关的活动去推动整体经济的增长 这个我想未来的宣传方面 会做得比较明显 好的 谢谢郭sir 恒指最新报20485点跌40点 大市成交484亿 在此呼籲各位的家庭观众 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你们致电电话热线2046566 或者电邮问题去到ASK at bschannel.com 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还有郭sir 和大家做有问必答的环节 稍后再和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